既上火又怕冷 一记引火汤引火入水 将你的火气化为燃气 大家好我是沈医生 身边有一些朋友明明平常自己手咬冰凉又怕冷 但还是经常会出现上火的情况 吃一些清热泄火的药 当然是有所改善的 但是没过久又出现上火反反复复 并且清热虚火药吃多了 身体还会出现其他情况 比如说吃一些寒凉的食物就容易浮泄 这是为什么呢 中医认为甚为先天之本 肾藏经分为肾阴和肾阳 并且中医还认为阴阳平衡决定人的身体健康 两者相互制约 而当饮食不节经常熬夜等原因 导致肾阴亏虚 不能温须脏腹 而肾阴无法制约肾阳 则是体内阳气乱窜 虚火不受控制 或者肾阳上月下腰肾阳不足 故引发一系列上热下寒的现象 比如口香备阳 面色潮红 心烦意乱 失眠多梦 手咬冰凉 大面吸热 咽药瓶等情况 那这该怎么办呢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个出自辩证录 可以滋补肾水 萤火归源的方子 名为萤火汤 这个方子可以伴你身体上面的虚火 引下来化作元气 该方也可简单 只有五味重要 熟地 巴基天 福林 麦东 五味子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解读一下萤火汤 方中首先加入熟地 熟地擅长 滋阴不选 一经舔水 它可以补充肾阳 当肾阴足了就可以制约肾阳 肾阳就不会赏略 因此就不会出现虚火乱窜的现象 然后加入巴基天 它是一位性格温和的东药 不仅可以安护脏 还可以停留在上方的新火给拉下来 引火归远 然后方中加入福林 福林可谓是一位常用的东药 它可以驱失健脾 立小便 把身体中多余的不需要的水给吸走 然后通过小便来出去 最后加入麦东和五味子 使身体变得湿润 就像刚才我所说的 阴虚的人缺少精液 就好比一块干旱的大地 而这两位中药就如同一场饥食浴 从而灭掉我们体内的火气 滋润造 并且五味子还可以把体内所谷的阴液为雇主 防止阴液再次流失 以上就是引火汤 可以灭火保养 引火归原 将你的火气化为元气 好了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提醒大家一定要找专业的医生进行辩证条理 不要自行抓药 有什么问题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是沈医生 感谢关注